《財資大道》 這段時間就快點進假期 大家都安排很多不同的活動 但近日天氣方面比較反覆 下星期去年28時氣溫又會跌至大約只有13度 年29、年30至11度的低溫 這方面很容易病 因應最近流感、新冠、核包病毒、嬰兒承認方面 怎樣可以慎防重招呢?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兒童及青少年科的名譽臨床副教授關葉華教授跟我們談談 早安關醫生 早安 大家都關注著 下星期天氣又冷回 但今日最高氣溫到20多度 相對高低的溫差也會很大 很容易病 其實你自己看流感、新冠、核包病毒方面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現在已經很多小朋友都中了流感 和新冠不單止入醫院 其實現在看到坊間很多的家庭醫生 門口都排小隊 另外再加上下星期溫度又下降 另外就是接下來二、三月的時間 又會是核包病毒一個流行的時間 所以我們擔心新冠、流感、核包病毒 三逆夾擊這個情況 全香港的市民最擔心的是 小朋友、老人家 還有一些有長期病患、心肺功能 或者免疫系統有問題的人士 就更加要擔心了 那怎樣能夠防範感染呢? 我們經常都說了 不過經常都提大家 但是很多時候大家都會遺忘了 其實有什麼地方大家值得留意呢? 防範的就是剛才我講了三種病毒來講 其實可以接種疫苗 包括有流感的病毒 和新冠的疫苗 所以流感疫苗 其實我們一早上年尾都開始呼籲大家去接種 那就記住要打流感針 另外新冠疫苗也是要打齊針 前晚有個講座 我們也有呼籲市民去打針 但是我看到市民有個謬誤 但是打了針也會流感的 我們醫生就算每年打針也會流感的 因為我接觸很多的病人 我都會感染到 有時候都會感染到流感 但是呢 如果你打了針的話 其實你的病情可以輕微很多 打針是我們預防我們的重症 入院 和最重要是預防死亡這個情況 另外呢 一些病毒如果是不可以打針的話 就唯有我們做好我們自己個人的衛生措施去預防 包括我們如果去多人的地方 就戴口罩 另外做好一些我們叫做結手的措施 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身體的黏膜 包括我們眼耳口鼻的黏膜 都是病毒入侵的途徑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接觸我們自己的黏膜之前 我們洗乾淨我們自己的手 就可以避免病毒入侵我們自己了 所以如果我們做好這些步驟的話 就可以預防這些 這些不單止流感 新冠和核包病毒 和其他呼吸病毒的感染 我自己讀 兒子讀幼稚園的時候 都說學校突然說 學校有思考症 那你家長群就馬上很擔心 好像現在說思考症 又比較多在幼童出現 病徵是怎樣 最嚴重的情況會發生 思考症 不單止在新冠病毒會有 之前我們看到一些腐流感病毒 某些腺狀病毒都會有的 如果他感染到我們 尤其是小的小朋友 他的聲帶的位置 和氣管的位置 令到呼吸道腫脹 那小朋友呼吸的時候 尤其是吸氣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很低頻 嘻嘻聲的聲音 所以我們叫做思考症 記住喔 思考不是獅子的獅子 是口字做過 撕裂的獅子 不過不是剔手 是口字的 是 如果大家想聽聽 可以看我們 二科醫學會 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 最重要的是 家長如果看到這些情況 一定要快些帶小朋友去查醫生 因為如果這些情況 它是一個氣管閉塞的現象 會阻止小朋友呼吸 如果然之診治 會令到小朋友 脫養和引致 勞膚永久傷殘 但是我想說 新冠感染小小的小朋友 不單止有思考症 我們之前見到一些 比較更加嚴重的 併法症 例如是 腦炎 腦病 這樣的情況 這些我們更加擔心 還有另外一些 急性的移動肺炎 這些情況 大家聽到這些 這麼可怕的併法症 其實我們應該要早些去預防 新冠病毒的感染 其實我也想再重申 每一個小朋友的性命 於我們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醫科醫生 絕對不想見到 一個小朋友 有些重症 而有死亡的情況 就算有永久傷殘 也不想見到 所以希望各位家長 如果小朋友未打針 快些帶他們去打針 現在接種的比率是怎樣呢 看看長友那邊 現在來說 長友來說 都是比較偏低 尤其是老人家80歲以上 我們看到都是比較低一點的 希望如果家裡有老人家的話 就快些帶他們去接種疫苗 小的小朋友 都始終是比較低一點 小的小朋友 新冠疫苗來說 大概都是三至四成左右 另外香港的現象 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做的防疫措施 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的小朋友 他的感染率 都比外國來說 不是那麼高 所以其實香港很多小朋友 其實完全都是沒有感染過 新冠病毒 而他們也沒有打過針 所以現在大家 完全解除所有的社交隔離措施之後 其實他們完全是一個 非常之容易受感染的群體 現在 接下來又是春節 大家將會多多群體 大家去拜年 又互相社交接觸 那麼 越小的小朋友 將會越非常之危險 暴露在新冠病毒的感染之中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看回這段時間 其實病的人多了 對於醫護壓力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當然 其實大家家長都知道 小朋友在這段時間 不斷有不同的感染 我們醫護 每天都不斷收到很多不同的數目 小朋友入院 亦都是不同類型的呼吸病毒的感染 壓力當然是多了很多的 但是我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們會很靈活地 去利用我們的病床 和我們入院和我們出院的步驟 例如我們會早些給病人 如果穩定之後 就出院早些覆診去這樣的情況 希望盡量舒緩病房的壓力 另外也知道坊間很多的私家醫生 都是很多的病人 所以我們就準備了一些家長 照顧小朋友的指引 希望家長都可以幫忙 在家裡照顧小朋友 無形中都可以幫助我們 減低到我們醫院照顧小朋友的壓力 當然家裡搞得好 都盡力去做 但是接下來長假期 新春很多門診都不開 家長看到病童有什麼特徵 病去到什麼表現 是真的要馬上叫排車去急症室的呢 是的 我的指引也有寫下 如果萬億家長看到病童 有某些我們叫做警號 例如是小朋友 他呼吸困難 他的嘴唇如果發指 這些是身體脫樣的情況 如果心口痛 心跳加速 層次突然變差或者很模糊 如果持續發燒很多天都不退 吃東西又有困難 另外最擔心就是他有抽筋 持續的情況 這些情況就不要猶豫了 立刻叫白車送小朋友去醫院 就醫生做一個診治 最重要就是家長方面 多看一些不同的指引 了解多一些 如果有需要就打疫苗 就是保護小朋友 長友都應該要是真的 看一看的情況 我們都呼籲很多次在節目裡面 接下來家長會比較頻密 因為農曆新年假期 可用愛遊 或者見醫生朋友 大家要多加留意 今天我們先跟關於華醫生 聊到這裡 謝謝你